好,在看完的生死段语之后,咱们来看看23课的课文部分。 这是一篇说明文,它说明两类鸟的飞行方式,还有它们的特征。 文章只有一段,但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行到第二行开头的Roughly Thin,这是文章的导演部分。 那么,讲鸟的飞行方式千差万别,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咱们先把这个句子看一看。 看屏幕。 No two sorcerers 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flight,没有任何两种鸟的飞行方式是完全相同的。 分号表示并列关系,出现另外一个并列句。 The varieties are infinite,这个飞行的种类可以说是没有穷尽的,无穷尽的变化。 分号依然表示并列,我们把它表示转折关系的并列连词, 但是大体上呢,两个类别能够被粗略地看到,我们中文用主动翻译就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 咱们先看第一个小分句,叫做No two sorcerers 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flight,没有任何两种鸟的飞行方式是完全相同的。 这个首先看看前面这个No,这个No这个词放的句首,得注意它否定的是什么。 它否定的不是后面这个短语,不是没有这么两种鸟,而是否定整个句子。 你不信把这个No按住,你读后面的整个句子。 那么two sorcerers 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flight,两种鸟飞行方式完全相同,这个是有吗? No,没有,它否定的是整个句子。 这个注意,否定的内容是什么,再看一个例子。 No money buys health,No,放在句首,否定的是整个句子,它否定的不是money,如果反正没钱就买到了健康,那不同什么? 有钱都买不到吗?没钱更没心了。 所以No按住,钱买到健康这是有吗? No,没有,钱是买不到健康的,对吧,这么一个含义。 我们再看看三十三课里面,有类似的一个情况,一百九十五页的最后两行,一百九十五页,三十三课Education最后两行。 它说,No necessity of making a living away from home results in neglect of children, and no father is confronted with his inability to buy an education for his child。 它说呢,这个No还是否定整个句子,你把这No按住,你看,必须离家谋生,导致对孩子的忽略,这个情况有吗? 没有,根本就不会出现必须离家谋生而导致对孩子忽略的情况,这是原始社会,爸爸妈妈总是跟孩子在一块。 而你要把它看作修饰,no necessity,这句子就错了,对吧,你看,不必离家谋生导致了对孩子的忽略, 这从罗续乱套来,不必离家谋生,天天跟赞在一块儿怎么会忽略呢? 所以No,依然否定整个句子。 后面句也一样,and no father is confronted with his inability to buy an education for his child。 No,还是否定整个句子。 父亲无力,父亲面对着无力为孩子购买教育这个情况,在原始社会有吗? 没有,也不存在,父亲无力为孩子购买教育这个情况。 所以否定的是整个句子,这个得注意,这个no否定的是什么。 好,再看句中,no two sorts of birds 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fly,这个practice,在这儿不光只练习, 还可以表示经常做,经常从事谋事。 鸟儿天天在飞,这个用practice是对的。 当然这是两个拼写方式。 在英联盟国家里面,动词是SE结尾,在美国呢,动词名词都是SE结尾。 那么意思一样,既可以表示练习,又可以表示经常做从事。 这个,在,这个,这个,这个,我们看,在,这个,这个,第六课里面,看到类似的这个意思了。 在三十五页的第六课,就是第六课第二段第一句话,三十五页的第六课,你看,也出现了practice,这个意思。 Nearly all sports practice nowadays are competitive,几乎所有的我们现在日常所从事的体育运动都是竞争性的。 这个practice也不是练习,而是经常做。 我们每天打球啊,什么,什么踢足球啊,也经常做,表示这个意思。 这个,同样,它的practice,我们在当时第六课讲过,做名词有什么意思呢? 不但可以表示练习,也可以表示习惯性的做法,惯例。 经常这么做的事儿呢,就习惯的做法和惯例。 我们在复习新看见英语第三课的第二十三课。 三课二十三课,叫做各有所爱,这课。 On the other hand, your stomach would turn at ideal frying potatoes animal fat, They normally accept practice in many northern countries。 另一方面呢,你一想到有动油扎特特这个念头,马上胃口就很恶心。 而动油扎特特呢,在很多北方国家,是个普遍被接受的一个惯例,一个习俗。 经常做的事儿,名词practice也有这样的一个含义。 好,再回答句中,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light,这个quite是多一词,既可以表示相当的,颇为,也可以表示完全。 如果它跟quite the same搭配,那一定是完全相同。 但quite the opposite,就是完全相反。 注意,这是完全的意思。 就是没有两种鸟,飞行方式是完全相同的,这个情况不存在。 然后看第二个小分句。 The varieties are infinite,这个variety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种类。 Infinite就无限的,这个种类是无限的,就是这个鸟的飞行方式是千差万别的。 但是怎么样,but two classes may be roughly seen,但大体上呢,两个类别能够被看到。 能够被大,那roughly粗略的,大概的。 那么我们中文用主动翻译,就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class在这不是班级,也不是阶级,而是种类,类别的意思。 好,我们看这个三句话非常重要,咱看能不能把这三句话复述一遍。 没有任何两种鸟,飞行方式是完全相同的。 那么飞行的方式,这个类别是无穷尽的千变万化的,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咱们看能不能复述一遍啊。 下来吧。 No, two sorts of birds practice quite the same sort of flight. The varieties are infinite,but two classes may be roughly seen. 早句吧,不能白复述啊。 我们看这句子。 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指纹是一模一样的。 指纹的种类是千差万别的,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抖和拨浅,就是什么,看手相嘛的,同心圆,抖,如果散了,就拨浅,抖就whirl,拨浅就loop。 这个能知道就行了,咱们看看,大体上什么,指纹可以是指纹的花样模式。 咱们用pattern of fingerprints,指纹的花样模式嘛,对,好,咱们看怎么说。 先,no,开头。 No, two individuals,两个个体,怎么样? share,有共同的用share吗? quite the same pattern of fingerprints,我们说,the varieties are the infinite,照着背一遍了,但是怎么样? but two classes may be roughly seen,大致能看到两类。 哪个呢?whirl and loop. 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管用,非常实用的句型。 这个,这涉及到来,分类,大致能分为两类。 这个我们看这个classification分类,也是在写作中经常会用到,尤其是分析型写作,要分情况讨论。 我们总结一下,在作文中,经常会用到的分类的几个长期的句型,我们不妨做一个总结。 比如说,咱们先看最简单的,第二笔句型,there are什么什么ways,kinds,source,types,categories,classes,等等等等,后我们在罗列究竟是哪几种? 有这么几个方法,或者类别,等等等等,后我们在罗列就好了。 这个最简单,我们看简单的例子。 there are three categories of accommodation,economical,standard,and deluxe,我们住宿有三个类别,category还是类型的意思,对吧,经济型的,标准型的,和豪华型,deluxe是豪华的,就好了,这是用第二笔句型的,但是可以,这个句型可以变化。 我们可以用fall into什么什么categories,可以分成多少类,我们fall into跟categories搭配,也不错。 那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而且调不到不同的类别里面去,这个别下编,category跟fall into大飞,比如说, Shakespeare's plays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tragedies such as Hamlet,commonies such as the merchant of Venice,and histories such as Henry IVs. 他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分成三类,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这个categories跟fall into大飞,别达计乱编, 那么悲剧,诸如像哈姆雷特这样的悲剧,还有像威尼斯上任的喜剧,以及像亨利四世这样的历史剧,这个history不是历史了,是历史剧的意思,这是第二笔表达这个类别的方法,就是大概能分成多少类。 咱们再来一个,在未来四十六课会碰到这个句型,叫做be divided into什么什么classes,能够被划分为多少类,这class刚才建了,可以比较类别。 咱们看一看四十六课的句型,二百六十八页的第十六到第十七行。 你看他怎么说,Brawly speaking, human beings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classes, those who are toiled to death, those who are toiled to death, and those who are bored to death. Brawly speaking,没来回讲,就是一般来说,一般来说,人可能能分成三类,哪三类呢? 第一种人是累死的,第二种人是愁死的,第三种人是烦死的,人分三类,就be divided into什么什么classes,这个分类的句型,我们也可以参考。 至此,文章的第一部分,导演部分,就结束了。